像这样的嫩脸藕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吃呢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在四川比较有特色的炒法 我的话刚刚说完 这个小家伙就给我抢走了 全部一倒 他要这个烧鸡 他每天就是抓到什么就玩什么 脸藕不管你怎么吃都要把这个皮削掉 因为他的皮吃起来口感不好 去皮洗净过后 来给他切成丝 切丝的时候注意尽量切来均匀一点 切到一半就这样子抠下来等一会更好切 切好放入清水里面 抓洗一下洗去淀粉 再来准备上几个小青椒 用刀轻轻的配一下 再这样子俩着切成丝 蒜末稍微多一点 再来一点干辣椒丝 干花椒口可 这道菜呢也算得上是特别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炒了 锅里下菜籽油 炒莲藕记住一个要点 要炒来稍微快一点 因为铁锅如果你紧倒在锅里面炒的话 它就会变黑 所以我们要准备一道火大油多一点 先下辣椒花椒蒜末 快速呛香后下莲藕丝 大火先翻炒匀 盐 糖 鸡精 一点生抽酱油 既可以提味又可以上色 起锅前淋上两滴藤椒油 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这个绝对的是巴适的狠哈 莲藕丝的话大约炒个一分钟 不能炒太久了 炒太久了就不脆了 甩上几口是性感的冲发 咱们今天的呛炒藕丝就做好了 真是炒出来藕丝的话 芙辣味特别的浓郁 并且每一口下去都是脆香脆香的 相比土豆丝的话是别有一番风味 方法简单又实用还靠谱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免费看完 撒过了 吃点脸狗 嗯 炒的嘛 给了什么包 什么包啊 嗯 这里还有一个昨天剩的羊肉汤 所以今天中午吃的就简单一点 嗯 你吃不吃啊 嗯 嗯 嗯 你要给大家比心啊 你要拉高一点 到他们才看得到 你拿得太小了 然后才下车他们看不到 拿拉高一点 爸爸 爸爸 嗯爸爸给我吃饭饭 爸爸 嗯爸爸 爸爸 爸爸 嗯 爸爸 我要爸爸 谁是爸爸 谁是爸爸 指一下谁是爸爸 哈哈哈哈 谁是妈妈 喂 串串吗 喂 喂 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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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